中医世家曾阴阳五行八卦以及河图洛书 预言了2024年即将流行的这轮瘟疫是韩世易 北半球特别是亚洲药主义 中年轻人要更加保护自己的健康 俄乌战争与以哈战争会进入新局 台海战争在大陆两会首日的火楼星坠落北京和多地地震中得到争饰 习增的命令开始复复危局 大家好 我是奇闻 我们又见面了 上次研究我们讲到了家传600年的中医世家 目前是英国剑桥的中医世的舒荣女士 对2024年的全球大使预言 那她又特别是讲到了瘟疫的话题 舒荣女士说瘟疫在2024年的流行特点 是在世界各地全面铺开定点攻击 瘟疫有眼有她钟爱的地区和人群 本次瘟疫是寒失意 她的最爱就是寒失 因此寒失地区和寒失体制 以及寒失心理的人群都是她的最爱 一个是由于以中国大陆为中心的北半球全面的天气区域 呈现出寒失特征 使得瘟疫在天使的帮助下异常猖獗 那另一个是由于中国大陆与世界人员加强来往 带来的疫情隐患 对于寒失地区和寒失体制的人特别容易感染瘟疫 染疫后的症状也会更加的严重 特别是世界上的一些国家与中国大陆的经济 给旅游等人员提供了往来方便 导致新一步的疫情在整个欧洲和东南亚的流行 这也许就是因某人口大国人为所造成的原因吧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不好了大家都别好 要崩大家一起崩要死大家一起死的这种保持差不多的贫富在乎状态的变态心理 那有网友就曾经问道 不对呀 前阵子在中国大陆不是与小孩感染为多吗 没错 不过呢 过了这个中国皇帝农民之后呢 在大陆40岁左右 很多都出现了利地倒的出死的现象 却在这个警察官员中啊 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那之前的影片中啊 我们都有讲到 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至于中国大陆的小孩子们被感染 看来呢 这疫情啊 确实一种有针对性的攻击了 包括初期瘟疫在大陆流行时 是老年人的一多 难道这瘟疫它真的是长了眼睛吗 这背后是否有不为人知的原因呢 书游女士说呢 一个是因为基本上 所有的人都是有罪的 现在全世界被欲望利益浸泡 谎言暴恶病思想 像病毒一样弥漫全球 那病毒呢 又寄托于空气中无所不至 只是不同国家多少而已 那因此疫情啊 它是一批批的感染人 甚至是夺命 特别是在大陆 有些人还没有死亡 是因为上天有好生之德 还在给他们机会 二是小孩子们啊 是为父母承担罪过而承受苦难的因素 父母会把福分 得景财富给予孩子 又会把罪过传承给孩子 因此孩子会为父母承担罪业 三是中国大陆的小孩子们 受到这个社会啊 学校和家庭的污染比较严重 看上去啊 是比其他国家的同龄人 要诚实的多 小小年纪啊 懂得很多 离这个天真可爱 崇祯朴之的天性 是越来越远 那本来小孩子们啊 即使感染了瘟疫 也会很快的恢复 或者找到能够医治的好医生 得到康复 那因此啊 小孩出事啊 是在立大阳和社会因素啊 另外啊 就是书荣还对 二十二世年的经济战争 进行了预测 那预测的原理 就是按照 阴阳五行八卦 中华文化源头 和洛理论来分析的 孔子异传细词中说 何出途 落出书 圣人则之 具体到政治经济形势 书荣说呢 我们就看天上的星宿 与人间的对应 星象变化 人间也会变化 因为天人相应 概括来说 除了经济与疫情之外 主要是战争 会影响人们的生活与心情 俄乌战争与以哈战争 我们上次节目中都有提到 那这里啊 就不说了 那接下来 我们重点来说说这台海风险 与厦门遥望的 金门周边海域的情势 在大陆快艇越界 金门海域翻反之后呢 似乎是有升纹的趋势 现在看一车影片 前面 前面这艘 海警船 2202 这叫2203 哪一家2203 中共回家 右边有两家 后边这台是2202 2202 那近期有金门的民众在岸边拍摄到 台湾的三艘海巡艇在大方浪中 于四艘中共的海警船并航的画面 那影片里哈 大家有看到吗 中共海警船两个编队各从东西出发 并在金门南面海岸的中间交汇 被外界解读为是要展现中共进一步限缩金门制权决心 台湾的海巡艇在天气恶劣时依然能竞争指手 紧跟着中共海警船持续监控 双方距离十分靠近 基金中共海警船两个编队更是交叉而过 进入金门县制水域交汇 中华民国第16任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及副总统当选人 萧伟勤将于2024年民国113年5月20号宣誓就职 共军目前是抓紧文攻武贺 最近共军的战机飞越海峡中线已经成为常态 距离台北最西北端的城市仅一分钟就可以抵达 同时配以海面上的战舰对台进行威胁 有关的政要直言说 共军企图压缩民国的空防空间 外美引用了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 华府智库安全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纽夏的说法 他有说到共军海空绕台施压不断增加 中共犹如勒紧猎物一般正逐渐勒紧台湾 并限制台湾的反应空间 这次涵盖军事政治及心理战好等多重作用的策略 打疲劳战温水煮青蛙以消耗国军意志 北京两会期间 李强在其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不提和平统一 强化法对外来干涉 中共今年的国防支出增加了7.2% 这是连续第九年个位数的增长 国防支出总金额达到1.67兆人民币 这是否将影响未来台海局势呢 中华民国国防部长邱国正对此表示 大家都希望和平 不希望两岸军事面对 也无意进行军备竞争 邱国正说 这个政治层面的问题 我们不期望最后军事面对 大家都希望和平 我们不会跟他做这种竞争 武器装备竞争要看国家的国力财力等等 除了武嚇台湾之外呢 中共同时还使用怀柔统战手段 配置代理人 从民情民意上打心理战 中共的台办 中共国务院的台办 仅仅联谊包括台商 台湾工商界代表 大陆台商 以及所谓台包人士 让他们到这个大陆投资 经商得到实惠 给予政策优惠 一路开绿灯 多封红利红包 就是要让他们到台湾的官民中去做工作 两岸同胞 一个中国反对台独 使其成为中共的一个省 可是台湾人都知道 中共在这个香港得逞之后呢 就把这个目标移到了台湾 如果说民国要是被中共打败的话 那么大家想一想会发生什么呢 那整个中华民族就要毁灭了 大陆的经历 香港的今天 就是台湾的明天啊 中共他口口声称 两岸同胞 一个中国反对台独 但是呢 台湾人就是不明白了 中华民族与马列是同宗吗 中共党官到底承认自己是 马列党徒还是炎黄子孙呢 这不是人格分裂吗 我们大家都知道好 在这个清朝灭亡之后呢 中华民国建立了中国 简称中国 在国际上啊 都是被承认的对吧 日本在二战中战败 中美因公告台湾归还中华民国 当时是蒋介石先生代表去开会的 这真实的历史能被改变吗 中共呢 在1949年也搞了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称号 但是人民是韭菜 中共是独裁 想要通过几代人 在全世界把这个中共的政权叫习惯了 就成了中国 谁愿意上当呢 台独 谁在搞独立啊 这个名词是谁创造出来的 至今 中华民国的任何一届政府都没有说过台湾要独立 民国没有一架飞机啊 飞过中线 收女士语言说 2024年的吉祥色是绿色 这也对应了绿营民进党的成功 人心就是天意啊 民进党呢 虽然想独立 但只会啊 埋在心里 口头上喊和平 不会进入中共 防止台湾独立 不会与中共统一 这点啊 符合了民意 2024年台湾新选总统 五月下旬宣誓就职 但是台湾啊 地处中国的东南方 所以啊 2024年情况不太平 地震 经济 瘟疫和战争威胁 都有不好的事出现 那台湾的疫情啊 也不是很乐观的 不过呢 2024年啊 台湾总能风雄化鸡 总体运势啊 是很好的 因为台湾 他首先顺利进入了 九子大运 追求精神 美德的力量再加强 社会秩序 走向良性方面 尽管台海局势紧张 异触激发 但不会爆发战争 习一尊啊 他为了转移民众的视线 别看他叫得欢 但是啊 根本就不会真的动手 说到这里啊 有的朋友会问 哎呀 七文你也太绝对了吧 好 那我就来说说这个理由 其一 习近平他非常深信这个风水命令 2024年如果打台湾的话 对习近平啊 是极为不利的 因为从八卦的迅卦来看 是太岁所在的位置 那今年的太岁啊 在东南不宜动土 西北方是中共的发家地 习近平把这里当成自家的龙脉 西北在八卦中是前卫 对应国家元首 此位置啊 与太岁正冲 对习近平很不吉利 其二呢 2024年是太阳化机 对当权者习一尊啊 是不利的 中共官场和民间问题会很突出 令习近平啊 疲惫不堪 焦头烂额 无暇顾及台湾 同时呢 南中国海域局势更是紧张 中共啊会在那里做一些事情 加剧这个紧张的局势 因此中国南方的国家啊 就更不太平了 另外呢 就是世界各国抗攻力量 正在形成共识 比如像是加拿大 美国 澳洲等国家 都越来越反感中共 那这里其他要强调一下啊 反感的是中共 可不是中国哦 2024年2月底 代表欧洲28个国家民意的 欧洲议会通过了一个是 共同安全及防御政策 报告中强调了台湾与中共国 互不隶属 唯有台湾民选政府 可以在国际舞台上代表台湾人民 强烈谴责 中共试图以武力片面 改变台海和平及稳定现状 世界力量气共和台 也促使中共啊 对台湾不敢轻易动手 说到这儿哈 那么大家有没有想到 另外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中共在以后啊 有没有打台湾的可能呢 习近平啊 曾在去年2023年呢 10月中旋与美国旧金山的 APIC会议上 说中共方案没有计划 在2027年或是2035年 对台湾啊 采取军事行动 该消息是拜登行政当局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 在美中双边峰会后投入的 他说道 习近平说他听到美国有各种报告 说中共方案正计划在2027年 或是2035年采取军事行动 其实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计划 没有人给他说起这种计划 那这位美国官员在描述时说 习近平这番言论中啊 似乎带有一丝恼怒 2024年2月底 美国太空司令部司令 Steven Whiting将军 在参议院军事联会的听证会上说 美国的头号战略挑战者 正在寻求开发先进的太空武器 并在卫星气象学 载燃航天和机器人 太空探索方面取得进展 他有说道 中共一些新部署的卫星 可能能够充当扰乱 美国卫星载道的武器 北京也正在开发 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等 先进太空武器 与取代传统的 飞弹预警和防御系统 只要他们愿意 就可以剥夺美国 及其盟国的太空能力 时局观察人士分析说 一旦中共自认为 他有能力对付美国的时候 很有可能会发动突袭台湾 但是由于中共地方官员 与习一尊矛盾重重的命运变数 反而会使台湾得到平安诱惑 英国剑桥的 殊荣女士语言说 2024年进入九韵 中国南方正在崛起 南方城市的经济政治地位会上升 同时南方的反习势力暗流涌动 但仍不足以抗衡北京 2024年大陆很多的高官知名人士 会有姓名之忧 习近平焦头烂额 但2024年他不会下台 也不会死亡 我个人觉得习近平在20某某年 有危及起政权的事发生 具体年份我不太敢说 我只能说也许会很快 有可能会有一个人来取代习近平 来执掌朝纲 这个人估计就是中南海高层 退休大老中的江派的人 长期暗中想要习近平下来 另外也有可能是习近平身边的反习的人 这个人起初很迷茫 但是得到高人指点之后 他就成了埋在东门里边的金界 入地宫后门的勇士 使得中共政权大变 再后来也可能自有中共的人 开始经历中共参与思想意识形态 几近艰辛 到了2029年 中共的意识形态领域 基本被清理干净了 2023年就是天青体透的太平盛世 那说起来这一切是不是真的像一部大戏一样呢 那说到这儿 有的朋友可能不会相信 不过呢 奇闻倒是结合前段时间 一个时间削的节点什么事情 再来说一下 3月4号 北京发生的流行坠地时间 青海 西藏 新疆等地 都发生了3级以上的地震 4月5号呢 青海玉树发生5.3级地震 大家可以看看下方的视频新闻 火流星追定呢 中国民间向来有这样的语言 在三年内高层政治人物去世 时代变换 而且在3月4号 这个时间削是什么节点呢 没错 它是中共全国两会政协会议召开的首日 3月5号是中共全国人大会议首日 那大家说说看啊 这对中共来说能说好兆头吗 那另外一个非常值得一说的预言啊 就是日本漫画作家 龙树亮梦日记所记录的说梦解梦预言 她在其中的一个梦境中啊 梦到了2025年的情景 这一情景很能佐证殊荣女士 2025年前后世界局势与台湾命运的预言 龙树亮在很多年前的一个梦中 他梦到2025年会有涉及全球的大灾难 荒芜军裂的大地突然裂开了口子 到了2021年 龙树亮的梦啊又更加明确了 日期是2025年的7月份 梦中他以俯视的角度 从天空秒看地球 这是日本和菲律宾中间的海底裂开了 有东西喷发出来 海面巨大的海浪向四面八方扩散而去 太平洋周围的国家都受到大海啸的袭击 这次海啸的高度是311大地震 引发的海啸的三倍左右 而且似乎地窍都因为这场灾难而改变 龙树亮梦中看到从香港到台湾 一直到菲律宾都变成了互相接壤的状态 那结合这几个梦呢 龙树亮最后自己解读说 2025年7月份会发生一场全球性的大灾难 引发惊天大海啸 另外根据奇闻综合全球这两年来的各种预言 和所发生的新闻事件 2025年7月份的东海海啸 也会与日本的邻居 就是西边的一个大国有关 那大家也可以来猜猜看 是哪一个国家呢 无论是国家团体或是个人 一切作恶的报应 其实就在瞬间完成 那今天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详细就不展开了 关于龙树亮的梦预言 到底是怎么说的2025年呢 那我们下集会与大家继续来分享 好了今天的节目 主要是讲到了在亚洲开始的 今年这一轮疫情时寒失忆 它为什么会长眼睛定向攻击 选择人群的攻击 也讲了中医世家 对世界经济战争的预言 特别是台海风险 同时中国大陆那边 在两会期间 居然出现火流星鱼地震 召使着中共可能没有精力和实力 去给人类带来灾难 另外就是日本 可能会在未来有难以预料的灾情 如果这些预言 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启发 寻找避灾方法 以便我们能保护自己平安健康 那也算好我们没有白费力 当然预言只是根据一些现象和规律来推测 那其中可能会因为人群的驱善弃恶而得以改变 那有些在推测过程中 可能会有误差误判 不管如何 我们只是姑且听之 可以不以为然 好了 就与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 就请不要忘记给期文 点赞留言和订阅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